接下来的主讲嘉宾是薛建军教授 薛教授是日本明古古大学国际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教授 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的联席所长 他还兼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武汉大学的兼职教授 碳排放交易权湖北协同创新中心的首席科学家 英文期刊应用能源新加坡经济评论 特刊客座编辑等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发展经济学 能源经济低碳经济 他今天的报告题目是 日本的自速式防疫模式 自律与自由的融合 薛教授报告完了之后 由谢宇教授给予点评发言 谢教授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和普林斯顿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的教授 也是北京大学的访问讲习教授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院士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呢 是社会分层 研究方法与统计 人口统计学 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 那么下面呢 就有请薛建军教授报告 时间呢是20分钟 薛教授请